大家好 那个最近在批命的时候 碰到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多人会有的一个盲点 就是我批一对夫妻 这两对夫妻到最后 他们的运程很像 走得非常非常像 然后 结果他们两个的用神 也都是同样 用神还同样 这样子的时候 我心里就有一个底 我心里就有一个底 什么底 就是说 像这一种的一个状况 他们夫妻俩 因为他们的用神是一样 所以说他们会怎样 同时争夺同样的五行 他们会抢同样的气 就是会抢同样的气的时候 也就是说两个夫妻间在互抢同样的气的时候会产生什么状况 一个好 另外一个就会差 也就是说没有所谓互补的效益 没有所谓互补的一个效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 他们住在同样的空间里面 那你会知道同样的空间中 他的一个五行气是固定的 因为你住在这房子 这房子的气是固定的 结果他们两个要争夺同样的气的时候 就会变成是怎样 在八字里面 他们就要怎样 他们就会产生 你争我抢的一个东西的情况 你争我抢 当然会变打架 那在打架的一个情况下 看谁打赢 谁打赢谁的运势就好 谁打赢谁的运势就好 所以并没有互补的一个效用 没有互补的一个效用 所以他们两个夫妻就一个很好与一个 就不怎么样 就是这一种状况 我就跟他讲 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 你该怎么做 你该怎么做 就是把你们夫妻俩 该用的五行 你们自己在身上先把他补足 当你补足了以后 自然而然 怎样 在空间的气就比较不会互强 因为你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五行 就会比较充足 这样子争夺的力量就会变小 其实这一种状况 在小孩子身上也很容易见到 因为小孩子来讲 他们两个要是用神都是一样 就是他们会争夺同样的气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那小朋友 他什么东西都要抢 他要这个他也要那一个 他反正就是两个会怎样 会不合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 你身为父母亲 你就要知道说 其实这两个小朋友可能八字 他们的用神是一样的 他们用神是一样 所以你可能就必须要怎样 一样同样的东西要准备两份 让他们各自去补足 那这样他们就比较不会互强 这个不是他们的感情不好 哦 这不是感情不好 是在运程上面会互相争夺 在运程上面会互相争夺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 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身为一个妈妈或者是爸爸 有的时候你就要自己去看一下 就是说 他们的用神都是固定 都是一样的时候 真的 你不要让他们 因为可能东西就只有一样 就是这个五行而已 结果他也要 他也要 两个就会互强 所以你看到奇怪 你老妖跟老大就相处的不错 为什么老大跟老二就一直在那边争吵 其实就是因为他们互抢同样的气 互抢同样的气 就会这样 就真的你死我活 看谁抢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 各位 还是回归到我常常讲的 把自身所需要的五行气先补足 你先把自身所需要的五行气补足 所以说那一对夫妻就说 我们两个人这样子 那我们分房税会不会比较好 跟你说都一样 房间的气就是这样子 我们所谓房间的气不是单独房间 而是这整栋房子的气 就是这样子的固定 你吸他也吸 那就看谁力量强 谁吸走 谁的八字比较好 对不对 所以 我们就会知道说 假如用神差不多的夫妻来讲的话 其实他们没有互补效应 就是一个低潮的时候 另外一个就跟着下去 会这样子 就是说 好的时候不会一起好 坏的时候一起坏 这个就是用神同样的时候的一个毛病 假如用神不一样 他会有互补的作用 所以一个人低潮的时候 他可能会把他拉起来 所以 其实不管是怎么样 不管你们夫妻两个人组合是同样八字的用神 或者是不同样都好 其实我还是会回归到 这种东西 你不要说靠着你的运 你与其这样倒不如从空间里面去帮你们补足 帮你们补足以后 对不对 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运势走法 每个人有每个人运势走法 但是当你补足了以后 第一个 这个空间 他的气场 你们两个不会互相争夺 因为就算争夺也那个量很少了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把我五行气所需要的补足了 对不对 我在吸空间的这个气的时候 就比较没有那么大量 所以说争夺的这一种情况 他就会降低 争夺的情况就会降低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自然而然夫妻间来讲的话 就比较感情会比较好 因为你们所需要的五行元素都一样 所以说 假如被分散掉 每个人都吸的不够的时候 两个人元素都不足的时候 当然运程都不好 假如一个吸很足 一个吸不足的时候 那个弱的就很可怜你知道吗 所以 假如与其这样 你倒不如先在自身上 你自己先把你所需要的 我要金 我就要赶快带个金属的戒指 手表 链子 带金属相框 对不对 高高兴兴的时候 出门再拿个镜子照一照自己 把自己搞的bling bling的 我的本身的精气组 对不对 精气一组的时候 我跟我先生 在这一个空间里面 这个空间 哎呀 有精气 可是因为我的精气比较足的时候 我吸收的量就可以不用那么大 先生可能他比较不足的一个情况下 他就他会吸比较多 可是对我来说 有没有什么影响 就比较不会 我看我先生 就会觉得 哇 超帅 超棒 我先生 因为他也有足够的一个 他从空间里面吸到 那风水里面的空间 吸到他足够的气的时候 他看老婆 哇 老婆超漂亮 可是 假如两个人 刚好都走衰运 走衰运下来的时候 都需要同样的五行 可是这个空间的五行气不够他们两个分 哇 我不足 对方也不足 我看到对方很讨厌 老婆长得跟鬼一样 老公他妈的一年就是怎样 在外面讨小老婆的样子 两个就会怎样 开始因为都没有孕 就开始互相怎样 会开始有冲突 为什么 因为两个都在争夺同样的气 那个气就是让你好运 结果争夺 两个在互相争夺 就很容易会变成像仇人一般 所以其实 我们常常讲就是说 你在空间上帮你自己的意识就在这 赶快补足你所有的能量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 你风水里面 他可以再帮你那是更好 假设风水没办法帮你的时候 你最起码 有一个叫做自保的一个能力 所以说各位要了解说 我们会有一种叫做抢气的这种情况 所以一般来讲 你的用神假如是 跟另外一半固定的时候 比较容易会产生冲突 好的时候 可能一好一坏 坏的时候一起坏 你的用神不一样 有的时候会互补 当这个掉下来的时候 他可能怎样 因为用神不一样 表示他八字里面有另外一些五行是比较强的 设定刚好是另外一半需要的 会把他撑上去 会把他撑上去 这种的夫妻的组合来讲 他们就比较怎样 争吵会比较少 争吵会比较少 所以各位 假如你了解到这一个原理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就会看看 我的儿子怎么时常在吵架 看一下 他们两个五行需要的是一样 你就知道原理 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 要不要解 用这种方式 让他们五行气足够的时候 他们就自然而然不会互相抢了 就很像我吃饱了 我还要吃饭吗 给你我还不想要 可是当两个都饿肚子的时候 就只有一份一个饭 当然我跟你抢 我都快饿死了 我还跟你客气 了不了解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这个道理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